孟加拉在4号下午无预警的发生大停电 全国超过了八成的地区 至少有1.3亿人无电可用 停电的时间长达近7个小时 这场大停电是因为电网故障所造成的 不过详细的原因还是有待调查 受到了物恶战争的冲击 天然气供给拉警报 孟加拉有将近75%的发电量依赖天然气 早在这场大停电之前 电力工艺时常不稳也严重的影响升级 大街上一片黑压压 民众在餐厅点蜡烛吃饭 摊贩一边拿着手机照明一边做生意 理法师在替顾客剪法时 还有人在一旁打光 民众在加油站前大排长龙 抢购汽油以供自家发电机使用 孟加拉4号下午2点过后 无预警发生大停电 除了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全国陷入一片漆黑 大停电持续将近七小时 晚上九点才全部复电 孟加拉政府随后也向民众致歉 不过电网故障的详细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中 孟加拉将近75%的发电量 依靠天然气 由于乌尔战争造成全球能源价格飙涨 天然气供给拉紧爆 孟加拉超过三分之一的燃气机组 快要无电可发 孟加拉成衣业者还指出 国内成衣厂近来平均每天停电4到10小时 严重冲击成衣生产 孟加拉身为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 供电不稳定 恐怕会拖累近年来的快速经济成长 您又任编译